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556节 清雀跑哪儿去了,怎么扔下了一张纸片子,没头没尾的,说自己玩去了,就跑得无影无踪,这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 陛下,您为何一点都不操心呢? 长孙急躁的在万民宫里转来转去,他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了,三天了,依然了无音讯 好好,清雀是你生的,你还不了解他吗? 看似糊涂,但是在大势的把握上却很精明 您就不要操心了,儿大不由娘,你现在说了,人家也不一定会听你的 都有自己的心思,云叶把自己摘得清清楚楚的,跑去海上当海盗了 好好的侯爵给这小子都糟蹋了 清雀最近心烦,据说也走了 洛阳首将回报说,清雀乘着快舟下了江南,就带着五个侍卫,无脑至极 幸亏镇守洛阳的是道宗,硬是加派了五百亲卫,这才放他离开 他好好的,你就放心吧 也许是武德殿底下呆烦了,想出去游玩 随他去吧 李二的话说的长孙猪泪盈盈 她是女众豪杰,如何听不明白丈夫话里的意思 不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到底都要干些什么吗 城前那句没名称的话,如今传遍朝野 生生把自己绑在一个战车上 是好是坏都不知道就往前开 都是为了什么呀 哭什么,我们的孩子到底长大了 想要他们乖乖的接受安排,这不可能 李家,你看看有安稳的人吗 不过还好,云叶把这个过程整整延缓了五年 迟早都要爆发的,现在爆发不是更好吗 李二微笑着对长孙说 您不担心,父子相征难道是您喜闻乐见的一幕 没错呀,确实如此 我们是帝王家,以前朕还担心城前对权力的欲望不够强烈 现在不用担心了 只要不干出丧心病狂的事情,朕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 李二端起茶壶,滋溜了一口茶水说道 宝剑想要锋利,就需要不断的磨礼 如果材质不好,就需要重新断打 如果是废材,就需要悔气 城前至少把话说到了明处 这很好,堂堂之师摆明车马,要给朕看看他的实力 很好啊,朕就好好的看看他的实力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继承大统的能力 长孙无力的跌坐在地上 流了一阵子眼泪,就回到自己的两仪殿 下令,除了陛下之外,任何人都闭门不见 贞观十一年七月,左卫大将军侯军级 平面朝五九姓一十一国 除陆国公,进陈国公 蒙子三人,迁吏部尚书 八月,太子李承前整肃钱庄建校 特赐承前殿,准许太子承建 承前宫于东宫,开府建崖 主政户部 藏玄陵,萧宇担任太子少师 子李相,进常山王 九月,太子妃苏氏因见识不明 废处,侧妃侯氏女 门席轩勉,家传一方 柔顺表志,悠贤成性 迅章图使,御留邦国 正位楚为,为朝典 可皇太子妃 太子门下气干成绩 杜河,赵杰,李安衍全部得到封赏 一时间全部黄金台上封名 太子殿下人后之名传遍大唐 整日在两仪殿垂类不休的长孙 听闻之后,大惊失色 恳求陛下收回废除太子妃的诏书 言道 皇家大父只要人后就好 何须门平显贵 此乃取货之道也 帝曰 今时怎比往日 皇后无言以对 垂类退回公院 太子妃艳客 时有云宝宝云寿者 便逆于庭院 遭逝者斥之 大怒 然马尾于马舅 坏酒宴于庭前 宾客狼温于后 伤者不知反几 太子妃大怒 命人拿问 不想云寿顿入两衣殿 与皇后欢言三日 方才出宫 皇后曰 感知此子者老妇必退之 眼看着荔枝越来越少 云叶很发愁 诺大的一个果园子里 就剩下这两棵树上的荔枝 成熟的最晚 刚才还被星月摘了一大篮子去 说是奶奶喜欢吃 骗鬼呀 奶奶担心上火 一篮子荔枝 能吃两棵就了不得了 怎么会没命的吃那些呀 不用说呀 又是小五 小鸭 松永兴越来摘的 好在 还有那棵三百年的龙眼树 已经有龙眼能吃了 到了岭南 不吃荔枝 那可就亏大了 铃铛怀着韵呢 喜欢吃香蕉 那日木 则对甘蔗 轻有多重 看着那日木 咔嚓咔嚓的啃着甘蔗 云叶一把夺过甘蔗 拿出刀子 把甘蔗的皮削掉 又塞给了他 没见过这么懒惰的女人 吃甘蔗 把削过皮的部分吃掉之后呢 就懒得再削皮了 就拿牙齿咬着外皮 一片一片的往下撕 嘴唇都弄破了 娶了这样的女人 这不够操心钱呢 铃铛在岭南待的醉酒 自然知道什么样子的香蕉好吃 小小的红红的那种猴儿椒啊 是最好吃的 在口袋里装上一小把 可以吃上一整天 雨整整下了一个月 终于见到了晴天 全家老少都搬出椅子 在外面晒太阳 岭南的太阳很毒 不一会儿就星散离开 只剩下忙里忙外的李安兰 整个一副星月在长安的翻版呢 对于全家的到来 李安兰欣喜若狂 长安是星月的地盘 但是到了这里 自己才是主人 知道老奶奶耐不得热 就把最高的一家竹楼收拾出来 围上沙曼给老奶奶住 至于第二好的房间 自然给了四个孩子 李荣对于自己的弟弟妹妹 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自己的亲妹妹云兰 云木他也喜欢 就是不喜欢云木身边的大狗旺财 因为旺财到了岭南 日子过得非常凄惨 太热了 只能趴在水里苦熬日子 舌头一天到晚的 就没有收回去的时候 李安兰把最大的一家房间 留给了自己 星月看到自己的比人家的小 硬是不愿意进去住 最后无奈 云叶只好让他们自己住一个大家 自己晚上 陪着总是爱抽筋的 零的 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那是云叶特意命人气出来的 自从小五 小鸭他们喜欢上了游水 那宅就一个男人都没有出现过 包括云叶自己 既然出来了 就是享福来的 谁喜欢四处操劳啊 敌人节没资格说这个话 大热天的 穿着一条短裤 赤着脚 站在甲板上 他的脚已经不怕烫了 三个月的时间 足以把一个玉面朝天的 俊秀后生摧毁成一个黑探头 别人都是坐着大船慢悠悠的 一路游玩着 到了岭南 敌人节不同 收拾了一个小包袱 先是坐快船 然后坐车 最后骑马 望命的奔波了一个月 穿过岭南古道 从陆地上到达了雍州 唯一的目的啊 就是要帮着师傅 督造这三艘战舰的武器装置 这是三艘排水量 一千吨的战舰 使用纵翻 是可以转动的平式梯形斜翻 能根据风向随时调整张翻的角度 以竹竿为步凡 重量大 起落迅捷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云游的这三艘船可以逆风航行 即走只字形路线 并且普及了水密隔舱 舱板跟船壳紧密连接 起着加固船体的作用 不但增加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 而且取代了加设类骨的工艺 使造船工艺简化 此外 铁家父子对船壳结构也有着独创性 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的 而是搭接的 这种接法称之为鱼鳞式结构 其优点就是船壳板连接的紧密岩式 整体强度高 且不宜漏水 按照云叶的要求 他们特意加号了甲板 将大型的石锤装在了上面 虽然呢 只有前后两个 但是用于近距离的作战武器 是非常的凶悍的 只要被摆动的石锤砸到 敌船除了粉身碎骨之外 没有第二种可能 公子 这三艘大翼船 其实已经似是而非了 按照老夫的看法 大海之上已经没有什么船 可以和他相比了 侯爷是九经战阵的名将 想要驾驭这三艘纵横大海 这一如反掌啊 只是老夫不明白 这样的番 真的能够逆风而行 没有船桨 是不是拖大了 铁老头 自从接到云叶的命令 到岭南造船 至今已经过去六个年头了 六年间 为岭南水师 一共造出了大小战舰 十余艘 可以说是造船大将中的翘楚 老铁爷爷 反正战舰马上就要下海了 只要把武器装载上去 就要试船 现在台风太多 雨季结束后 小子要去大海上看看 你去不去啊 哎 怎么能少了老夫啊 这三艘船 是老夫的心血所在 不看着他纵横大海之上 我如何能瞑目啊 老铁家世代 都以造船为业 有了这三艘船 老夫也可以告位 列祖列宗了 一老一少在甲板上谈话 谈得非常投机 敌人杰身上没有那些官宦子弟的臭毛病 看人呢 就只看年纪大小 见到年龄很大的 称呼一声爷爷 不掉架 相反呢 好处不少 出京的时候 敌人杰和师父有过一次长谈 最后共同定制了这次的出行 原来云叶打算给皇后说一声 偷偷的走掉算了 狂风暴雨的朝堂啊 粘不起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跑路 等到里程前开始施展自己的报复的时候 那想走可就难了 敌人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他认为该有的程序不能少 尤其是朝堂上的手续必须完备 要不然回来的时候 谁对云家都不会有好感 临阵脱逃的人 想要朋友就难了 师父既然已经利用魏征 把自己逼到了不走不行的地步 那就不要浪费 不妨利用这次机会 继续让房玄灵给云家 开出一条跑路的理由 这样最稳妥了 一旦房玄灵同意云家告假 这时候再走不迟 这样起到的效果就很明显了 连房玄灵这样的老好人 都不看好云家在长安的前途 法外诗人的放云家一马 在自保的前提下 不管是太子还是别的人 都会理解云烈的行为 刘芳听了敌人杰的建议 拍拍敌人杰的脑袋 无声的笑了一下 等敌人杰走后 回头就骂云烈的年纪 都活到狗身上了 连个小孩子的见识都不如 世道临头 虚放胆的道理 这都不明白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是要谨慎 政治的博弈和两军交锋 没有差别 就是看谁 准备的充分 看谁 犯的错误少 这些都要从小做起 很多输掉大场面的人 其实就是从小地方开始崩溃的 敌人杰知道师父是割舍不下情意 只好选择逃跑的 一方面是长大了 开始要权力的亲如兄弟的太子 一方面是 视自己亲如子侄的李二 长孙为难 云烨同样为难 李家的基因太强硬 父子俩没有一个是饶爷的孙子 都想把自己的意志 贯彻到大唐这个赫赫帝国的命脉里去 好在呀 李太现在退出了 要不然 玩起师父说的三国大战 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敌人杰现在对长孙充满了敬意 一个女人要有怎样坚强的意志 才能在李家如此糟糕的环境里 活了这么些年 更不要说他还有博大的胸怀 硬是把师父这个和他一样倒霉的人 放逐的远远的不沾因果 没了外敌 那就内斗 这是国人的传统 既然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 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站在一边等待尘埃落定就好了 老铁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那些个同某钉 手锤叮叮当当的敲过去 只要听见空音 那就非得要反攻不可 这是他的杰作 是他的命根子 站得太久 脚底板还是很疼 别人都以为敌人杰已经适应了船上的生活 哪里知道 他这是在强力的忍耐 趁着自己还能忍受 敌人杰决定回舱房 师母今早派人送来荔枝 现在吃起来正好 自己放在冰水里泡了好一阵子了 最后看了一眼翻墙 三步并坐两步冲进舱房里 躺在竹椅上吹火风 才是这时候该做的事情 舱房里已经有人了 一个稍微有点发福的人 正做着他最喜欢做的事 躺在竹椅上吃冰烤的荔枝 手边还有一大杯阴红的葡萄酿 那是自己从师父的酒窖里偷来的 盛品的葡萄酿 家里就两坛子 这已经是最后的半坛子了 吉人杰拜见殿下 不管心中有多么憋屈 吉人杰还是中规中矩的拜了下去 李泰出现在这里 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少来 一个个都是些无情无义之徒 想要跑路 为何不救上本王啊 你师徒夹在中间不好做人 难道我这心里头就舒坦呢 三艘船 以前说好的 一人一艘 我来接受我的那艘 清雀号的威名 一定要在大海上叫响 比你师父的那艘公主号 那马屁船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王爷说的极是 船屋不适合殿下居住 不如您去雍州公主那里去住可好啊 小子 这就安排马车 不远 再走四个时辰就到了 不去 就住在船上 住在我的船上 堂堂卫王殿下像狗一样的跑上万里路 自我发配到岭南 已经够委屈了 这最后的一点尊严 一定要保住 除了我的船 我哪儿都不去 云叶看到胡子拉叉的李泰 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聪明人的特点就是 在事件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 就差不多知道大致的结果 蒙头在武德殿里制造武器的李泰 从地底下一出来 就听说大哥那句想要负担更多责任的话 这让他舞雷轰顶啊 他之前不明白母后为何会在大冬天上雪山 也没有弄明白云叶为何要把做了一半的事情 统统扔下 带上全家 兴叶就逃跑了 魏征虽然古板 但是不是那种无懈可击的人 藏玄灵随人势力 也不是强大的不可战胜 云叶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认输啊 带着全家做出了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的逃跑行径 听了大哥的这句话之后啊 什么都明白了 云叶所有怪诞的行为都有了解释 不是云叶斗不过魏征 也不是云叶害怕失败 而是因为大哥就要和父皇直接冲突了 李泰左思右想之后发现 云叶之前的处境又落在他的身上了 俩大之间难为小 更何况自己的地位非常的尴尬 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 万事不理 躲在地底下做研究 会被人家看成是在等待时机 参与的多了 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之徒 回封地更加的不可取 会被人认为是折笼 彩效过后发现云叶的选择是最好的 去岭南当海盗 实在是自己唯一能走的路啊 给母亲留了一句话 父亲大哥那里啊 不用打招呼 都是明白人 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带上侍卫跑吧 咱也去当海盗算了 所以一路狂奔 就到了岭南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